哈喽我是小胖 这视频来看一下冬日红豆的全技能效果 首先来看普攻 他的普攻一共是有四段 前面两段是平推效果 第三段打出浮功 最后一段召唤白蛇进行攻击 然后开始技能 他的一技能的话 就是往前提出一个礼物盒进行爆炸 如果这个礼物盒命中对方的话 是有一个抓取效果 另外这个一技能也可以在空中直接释放 然后来说二技能 二技能算是他比较核心的机制了 你可以通过滑动技能图标 向左右向上或者向下都可以释放 如果向左右释放的话 他碰到板边就会直接踩在墙上 而如果你在释放过程中碰到对方的话 可以直接把对方带到板边 这个机制有点像是之前的忍战相邻了 而如果你向上释放的话 他就会拉到天花板一段时间 然后掉下来 而这个过程中 如果命令对方依然是会有一个攻击效果 通过视频也是往左右或者往上的话 看起来是一个抓取效果 而如果往下的话 这个虽然也是有攻击特性 但看起来应该是没有抓取效果的 如果你这个往下拉的话 没有命令对方会往前稍微划铲一下 而如果命令对方的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攻击效果 最后来看奥一 这个奥一非常像是之前 S人大师玩的默认奥一效果 好了以上就是冬日限定 红豆的全技能效果 相较于去年的冬日限定 九星的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新鲜感可能少了一些 但是二级的看起来挺好玩的 招步已经是不出意外的话 还是会按照之前先冲50 然后花1980金币去购买 而这个活动的话 也会作为本月的充值特惠啊 各位月卡到期的话可以再等一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